有一个王先生 王先生给我们留言了 他自己本身是绿卡的身份 那最近呢 因为买了房子 那他自己在想说 我现在如果搬家的话 需不需要通知移民局呢 自己本身是绿卡身份 那他这个一搬家通知移民局的话 如果他是在办这个入籍 可能是要通知是不是 还是说呢 这个因为他听到这个 身边的朋友在讲说 有些人讲说要通知 有些人是说完全不需要 那到底身为一个绿卡的 这些居民 他们自己搬家的时候 如果是租房的人 他随时这样因为工作地点的改变 到处去搬的话 有必要常常一直通知移民局吗 如果不通知会怎么样呢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个专家呢 今天能够帮大家解答的是 我们格兰利区事务所的 洋经理Cindy 哈喽有请Cindy 嗨早上好 早安早安 我们搬家有必要去通知移民局吗 会不会太烦人家了 是不是通知DMV就好了 这个是我一般的尝试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这个解答一下 好的好的 其实这也是一点绿卡跟公民的区别 你是公民以后呢 绝对没有这个要求 是绿卡的时候呢 其实当时呢 在您拿到绿卡的时候 移民局是有一封信通知你的 说以后你要搬家的话 你要通知我们 所以严格来说 您是绿卡身份 不管是临时绿卡 是永久绿卡 你要搬家的话呢 需要通知移民局的 那你说 我现在其实也不用去 如果我现在没有什么申请 我也没有申请什么人移民 我也没有必交入籍的申请 我现在跟移民局没关系 我没找他 没有正在进行的案子 那我不通知会怎么样 其实不通知就不通知 也不会怎么样 将来您入籍的时候 移民局也不会说 你看你搬到这么多次 加一次也没有通知我们 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来找您麻烦 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当然了 你如果说 按照我就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然后呢 谁知道呢 万一有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什么人 检举揭发您了 说你这个绿卡拿的有问题 对吧 这时候呢 就是你想不到的事情 意外事情发生 移民局啊 或者法庭 几个通知给你 让你去面谈 或者去移民 法庭上庭 你一定要是搬了家 移民局的档案里的记录 还是旧地址 你就收不到这个通知 对吧 你收不到通知 万一延误了这个事情 那你到后来 等你再发现 再去弄的时候 就会很复杂 所以呢 在安全起见 你就改个地址 改地址很简单 就上移民局的网站 uscis.gov 上他的网站 上面就有一个服务 很大的写改地址 那你称一个adress改地址 那你就上去嘛 把你的名字啊 绿卡号码输进去 他问你按键好吗 你现在没有任何申请 再处理这案件 就没有就不要填 就填你的名字 绿卡号码 他要求一些信息 新地址就地址 那好了 在网上一交 这样你就是万一万一 有什么事情 人家找你 可以找得到你 OK 所以如果跟移民局沟通的话 最主要的是这个 绿卡这个号码 如果我们用 设安卡的号码进去 他不一定找得到 但你绿卡这个号码 还是要随时准备着 那如果不会上网的 怎么办 有一些如果长辈朋友们 还不想要进街道高科技 还不想用电子软体的话 他写信可以吗 打电话可以吗 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可以做吗 写信可以 但是呢 你写这个信 你说移民局 你寄到哪一个移民局去 是你家附近的移民局 还是你寄到 你当时搬绿卡的 那个区域的服务中心 首先你也不确定 但说你寄一封信 里面也没有支票 没有要交钱的 很普通的一封信 就算不管你寄到 哪个移民局 那移民局 什么时候能把它 输到电脑里面 能到你的档案里面去 这个都很难说 因为每天收很多信 你有交钱的 他比较重视 对不对 因为要 有记录吗 钱要cash掉的 我就不要你收钱了 他就开始掉 他就你寄一封信 就算你说 我寄个挂号信 我有记录你哪天收到了 可是这个真的是说 在里面处理的工作人员 真的没有那么认真的去对待 所以你这个封信的记录 你要求的事情 移民局内部会不会帮你处理 什么时候处理 真的不知道 所以写信其实是可以的了 如果你真的是说 没有办法做 在网上做 你写封信是OK了 起码你有记录嘛 然后呢 打电话就是一个 更不现实的问题了 因为你打电话 移民局都跟你说 你上网吧 你打电话去 好不然有人接触 那你就上网吧 而且电话里经常 你找到接上身 然后他现在很麻烦 要确认是你本人的身份 然后你要做什么事情 他不帮你做 他说他先问你一堆问题 你的名字什么 问完以后说 好你等电话 然后多长时间之内 我们会有人回电话给你 你要做什么事情 他在那时候解决 这个电话什么时间打给你 你不知道啊 所以你一天24小时 你都不知道 看一个陌生的电话 也不是移民局的那个800的号码 你就很困扰 所以真的自己没办法弄 最好就是请 亲戚朋友 小朋友 什么懂英文的 再往下帮你操作一下 或者实在不行 你就找一个事务所 或者律师楼 很简单 他们花一点点时间 就帮你在网上弄好了 太好了 换地址的话 就到移民局的网站去就好了 所以有些人绿卡拿了什么10年 又继续延期 什么拿个20年的 那你不管是从搬到德州 搬到Youta 搬到任何地方去 其实随时都通知移民局 如果是按照他的这个正规的规定的话 你是应该要做的 这个我真的不晓得 我以前在这个古代 还是绿卡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通知过 那如果从阿兰博搬到Sengabriel 我要告诉他吗 其实还是要是不是 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做啦 这个只是说 你做的唯一的好处 就是说移民局有你 现在的通讯地址在档案里 万一万一有什么事情 移民局要主动找你的时候 那其实是不好的事情 对吧 正常情形他也不找你 所以其实你放过幻地址 没有太大的关系 哎呀 我还以为只要DNV 有更新就好了 原来他们两个不连线的 如果是真的大事情 可能还找得到 那如果是还是要去update一下 再次谢谢我们港岸律师事务所 杨经理Cindy 这么棒的一个解答 给我们解惑了好多 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王先生 你有听到我们Cindy的这个解答